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真法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平民进行两天的大规模袭击后 11日七大工业国G7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再次会议 根据事后发布的声明 G7和乌克兰极严厉谴责俄罗斯 以非但攻击乌克兰民用设施造成无辜平民死伤 决定将追究俄国总统普京等人的战争罪责 并呼吁白俄罗斯停止支持俄罗斯的侵略 G7领导人表示 核战将至全球和平安全与险境 俄罗斯如动用任何化学、生物或核子武器 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G7领导人也预告 将持续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经济制裁 包含针对个人与实体 横跨俄国内外 但凡提供俄方政治或经济 以改变乌克兰领土性壮折 都将付出代价 G7领导人呼吁白俄罗斯当局 停止支持俄军雪道境内来侵略乌克兰 白俄罗斯近日宣布和俄军 共组联合部队是双边共谋的最新礼政 G7再次呼吁白俄罗斯当局 恪守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G7声明表示 我们坚定不移地 致力于提供乌克兰维护其主权 和领土完整所需的支持 我们致力于支持乌克兰满足冬季战备需求 这只声明共识三项 包含指控俄罗斯的侵略缺乏合法依据 公然破坏联合国宪章 要求俄国立即停火撤军 持续协助乌克兰自我防卫 以达成可行的战后和平解决方案 确保乌克兰的恢复与重建 并追求俄罗斯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 人对不熟悉的领域应该谨言慎行 不然就很容易被打脸 名人就更应该注意 10月11日星期二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世界首富马斯克日前提出 台湾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特别行政区的建议 源于他太不了解台湾与两岸关系 而且马斯克的谈话 也远不如美国总统和日本及英国首相的话重要 苏贞昌是在台湾立法院 接受立委质询时做上述表示的 马斯克是生意人 马斯克对台湾恐怕不太了解 苏贞昌说 马斯克在上周五见报的一篇 英国金融时报专访中 在谈及对台海紧张局势升高的担忧时表示 如果发生冲突 特斯拉将被卷入 苹果也会陷入非常大的麻烦 而全球经济也将遭受30%的损失 他因此建议 台湾可考虑以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地位 与中共统一 马斯克此言一出 立即遭到台湾的拒绝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星期六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指出 马斯克单纯以企业投资利益考量 提出将一个民主国家 变成另一个专制国家的特别行政区建议 台湾或任何国家人民都不会接受 搞笑的是 北京对马斯克的建议开始并不热心 中共央视在新闻报道中 还指责马斯克发表不当言论 妄议台湾问题 但是几个小时过后 北京当局可能突然醒悟了 其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推特上感谢马斯克 并对他有关设立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建议表示欢迎 连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开始大谈所谓的台湾特别行政区 但是马斯克的涉台建议 在台湾始终遭到朝野众口一词的反对和拒绝 在星期二举行的台湾立法院的施政总治权过程中 有民进党立委提议抵制马斯克生产的特斯拉电动车 但是苏贞昌并未对此表示赞同 一个生意人今天讲这样明天讲那样 而生意人也有跟马斯克不一样的 苏贞昌说 总之马斯克的讲话只代表自己的见解 他始终太不了解台湾及两岸关系 苏贞昌说 苏贞昌表示 马斯克的讲话远不如美国总统 日本和英国首相的发言重要 大家应该更重视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依然在进行中 来自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的最新消息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七中全会上挑明 要在二十大上连任 中共军方明确表态支持等中央集体领导 全会斗争激烈 明斗暗斗同时上演 最终结果要关注会后的官方公告 综合报道 海外爆料人士曾经活跃于万维天下论坛的网友老灯 通过推特爆料 正在进行的七中全会斗争激烈 习近平已经挑明要连任 李克强 汪洋 韩正等人表示反对 目前中共军方的态度非常关键 中共军委两位副主席张又霞和许其亮 没有在大会上发言 但在分组讨论中 两人都公开表态支持党中央集体领导 没有提到支持习近平连任 还有推友爆料 王沪宁在提交审议的党章修订板中 不但把两个确立党对习个人崇拜的专用词塞进去 还要取消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等 王沪宁支持习连任 据爆料 目前没有一位中共元朗支持习连任 最终的结果要关注七中全会会后发布的公告 公告的调子就是二十大的调子 以上消息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 10月11日星期二 英国情报机构主管弗莱明局势 在王室联合军种研究所国防智囊团的年度安全讲座上 警告俄罗斯和中共给世界带来的危险 弗莱明表示 俄罗斯人民正在对普京发动的对乌克兰战争失去信心 弗莱明分析 俄罗斯人民越来越明白普京误判局势的严重程度 他说俄罗斯军队现在正处于绝望的境地 现实与俄罗斯宣传机器所宣扬的俄罗斯必胜相去甚远 乌克兰在战场和网络空间的勇敢行动正在扭转局势 普京计划的两项主要军事战略都失败了 都被乌克兰击倒 他分析 因为普京在国内几乎夺断专行 所以他对局势的判断出现误差 由于几乎没有有效的内部挑战 他的决策被证明是有缺陷的 普京采用的是一个高风险的战略 导致判断上的战略错误 弗莱明分析 他领导的情报机构非常清楚 普京的军队在乌克兰的装备有多差 他们的收益正在逆转 弗莱明说 俄罗斯付出的人员成本和设备成本是惊人的 我们知道 俄罗斯地面指挥官也知道 他们的补给和弹药即将用完 他说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了 现在当局使用囚犯上战场增援 并动员数以万计缺乏经验的人应征入伍 说明情况非常危急 弗莱明指出 俄罗斯民众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会看到普京对局势的误判有多么严重 他们正在逃避征兵 他们知道 他们获得现代技术和外部影响的机会非常有限 并正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可怕人力成本 9月底 根据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和欧盟的统计数据 至少20万俄罗斯人离境 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被大幅低估了 因为其他一些颇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国家 如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等 都尚未披露入境的俄罗斯人数 乌克兰官员认为 自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已有超过6万1千名俄罗斯士兵在战争中丧生 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国防情报 及战事支援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温斯特鲁普及联邦众议员 沃尔顿11日分别率团访台 访团成员还包括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 华尔兹及卡赫勒 两团共由四位众议员组成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再有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访台 关注区域安全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今年10月已有三个美国国会议员团来访 在中共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之际 美国国会密集筹组访团来台 再次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力支持 两个访问团成员横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联邦众议员 并分别来自军事情报等关键委员会 在台期间 众议员访问团将共同觐见总统蔡英文 拜会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 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谢款验 以就台美关系 区域安全及经贸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今年迄今已有10个美国会议员团 共计33位联邦参众议员来访 彰显美国国会对台湾成期以来的 坚定支持与承诺 此外 加拿大台加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 继众议院国贸委员会主席史葛洛众议员访问团 9日到14日率5位跨党派议员访台 此外 帕劳共和国总统 会数人 5日晚间率团底台进行国师访问 参加中华民国国庆活动 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团体 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 谷乌龟斯众议员 率该会所属 共19位参众议员组成 中华民国国庆日本国祝贺团访台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